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 我们一起拍了个喜剧 其实这一次影视画比较顺利 是因为他之前做了非常充足的工作 我朋友团队人说他已经把剧本准备好了 把它改成了一个西中戏的形式 就是再拍江湖人与这个戏的剧组的 一个小故事吧 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为这个栏目服务的 我就是演员嘛 其实就是好玩就是同样一个剧本 可以有不同的处理 因为他跟徐征比较熟悉 而且徐征演的是原本江湖里里面 就是这个角色 其实两个人都有很多的就是想法 现场有出现很多碰撞 比如说有很多镜头 其实是不是按剧本来的 就已经NG了 但是他那个徐征演完之后 两个人就是哄堂大笑 好 把这个剪进去 停一下吧 停一下吧 导演 假装课导演 卡卡卡 我觉得可以了 我们收 只后以闹剧结束 这个甲导它有一个跟其他导演 不太一样的小习惯 就是它不会看那个大的监视器 那个两个机位加另外一个备用 但是它会从摄影机那边 拉出一个小的监视器 从那个上面看 其实这个是因为 它多年拍电影 然后剪后期眼睛有一些伤病 所以它看不了太久的 那个大监视器 现场风格 它的说话呀 还有它的表达 你先变脸 让导演 感觉到你 那个 它说错话了 参加了这场的 这个 我就是演员之后 我觉得 好几个我们的演员 参加的演员都说 就是一个标签化的问题 好像演惯了什么 观众接受了什么 好像就一直 就是只能在 同样类型的这个题材 和人物里面重复 但其实我觉得 这个 有这个能力的演员 他们能够 加入不同的类型 这才叫演员嘛 所以今天我们就通过 这个 江湖儿女翻外篇 这个 我取了一个名字 叫自由发挥 来看看我们这个 殿堂籍的这个 表演艺术家 徐珍老师 他是怎么样 驾驭不同类型的表演 非常的有意思 拍摄历时十一个小时 呈现了四种 不同的表演方法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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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非常这个 呃 金采宇徐珍这种 他的一种 高度的这种 塑造能力 还有这种 转换频道的这个频率 怎么样能够从一个 自然的日常状态 突然转换到 一种喜剧的状态 又从喜剧的状态 突然转换到 悲剧的状态 同样一个 两个角色 同样一个剧本 要用不同形式来演绎 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打开眼界 UFO 五分怎么了 老师俱乐部的 我就觉得金采宇 他是一个创作型的 我相信有一天 他会像今天这个角色一样 坐在监视剧后面 成为一个导演 当然我觉得不一定要 这个演员都要成为导演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自己的对人物塑造 对表演工作 有着这个 这个非常多的思考的 这样一个演员 比如说有一个细节是 他说安静 那个他有两次安静 一次安静是说给演员的 一次安静是说给大家的 我觉得这时候 他就开始关照到空间了 关照到其他人了 我觉得这是表演视野的一种 逐渐的一种开阔的 老师俱乐部的 过了 哇 耶 含蓄的 欲哭无泪的那种感觉 自由发挥 随便整 特别会用素人演员 他特别会调教素人 在我们这个自由发挥 这个经文里面 他是讲的这个 要啥这一次 其实这个片场有摄影师 有灯光师 有化妆师 有助理 有经纪人 什么这些人 他都是 他在现场说 那个 我们这个剧组的化妆师来上 就真化妆师就行 所以我们都不是全演 全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剧组的人 他生活中 特别有泥土的气息 他自己也说 但是他的接地气呢 又不是说土什么 因为他的作品 还是很 就是很有文艺气息 文艺接地气导演 看 你就是机场三岁十岁 够用了 够用了 那就 好 朋友们 收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贾科长吗 就是他以前 女生非常充力的 他去那种卖蝶的地方 去找自己的电影 然后那个人就老板跟他说 我们这有这个贾科长的这个蝶 因为记错他的名字了 他叫贾科长嘛 他把后面记反了 说我有贾科长呢 然后他就说 我当时非常的开心 但是又有一些难过 然后后来买回去那个蝶 他把这件事写在他的书里面 他就这么严肃 你这么严肃 这棚里怎么一股煮红枣的味啊 有人在顿粥 该收工喝小酒了